花莲县成天文化议政协会 6号的上午前往的施工所 捐赠百米和知名大厂的棉被 希望透过施工所的社会资源整合平台 转赠给需要关怀的弱势家庭 而市长魏家贤也代表施工所执政感谢状 感谢成天文化议政协会的爱心关怀 花莲县成天文化议政协会理事长吕应玄 以及理事监士们 在县议员魏家宴与周俊佑的陪同下 6号上午带着百米和棉被 捐给华莲施工所 希望透过社会资源整合平台 转赠给需要关怀的弱势家庭 市长魏家贤也亲自颁发感谢状 表达感谢 我们这次决定在这样一个岁末寒冬 这样子去举办这样一个爱心的公益活动 送米跟棉被的部分 是260包的米跟260件的棉被 那就是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 让更多的年轻人都可以大力的去支持这样子的一个 爱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公益活动 棉被物资 那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在像现在寒冬的部分 可以给我们一些需要帮助的 比方讲独居老人 游民 还有一些需要关怀的弱势关怀户 这都可以让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物资 赶快来协助他们 那再次要感谢我们社会大众 有这么多人有爱心的 一起来在寒冬的过程里面 来捐赠这些物资 而施工所也会将这一批物资 透过资源整合平台 转赠给有需要的独居长者 街友 以及弱势家庭 让他们能够减轻家庭的负担 寒流来袭之际 感受社会满满的关爱与温暖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导